前情提要,我一觉醒来,学校变成了丧尸乐园 变成高级丧尸恶种的我,带着同学逃出了学校 为了对抗其他高级恶种,我前往警局寻找武器 在那里遇到了不愿与其他恶种为伍的警察高级丧尸 好枪法,这,这是见面里 谢谢 我们来到之前约定好的地方见面 我还没靠近,就听见了空气中压低的谈话声 对,我们得防着他,他毕竟是恶种 我说最后一遍,他们几个新的就算了 你们俩别太过分了,别忘了,是他把你们从临下的手里救出来 你难道忘了,他刚进门那会有多么疯狂 万一他突然发狂,我们一个都活不了 这几个匕首是我们刚在一辆车上找到的 我们藏身上别被他看见,这样倒是也能自保 哈哈,这就是你拼死护着的那些人类 这可真是患难见真情 我回来了,众人站在一片树林后面 队伍里好像还多了几个人 他们的脸上都带着友好而真挚的笑容 听说你们去找枪了,找到了吗 我们找到枪,和你们有什么关系 众人都有些愣住 这么想要 明昊穿着制服,众人脸上顿时满是惊喜 你是警察,你是来救我们的吗 救你们,想多了,黑市早就沦陷了 指望我救你们,在做梦吗 而且他为了拿枪,中了我一发子弹 还差点被我抱头,才拿到这么几把枪 而你们就在这里巴巴几句 就想轻而易举地获得别人的物资 我们只有四把枪,除了我们三个,还有一把 我拿出那把枪,走到了赵盛南面前 赵盛南接过枪,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这不只是一把枪,也代表我的信任 路上的公交车要么被破坏了,要么烧毁了 我还看到一辆公交车挂在树上 我真好奇,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只能先步行离开 看看沿路有什么能用的代步工具了 我们什么时候走 晚上走 恶种虽然强,但没有夜市能力 晚上我们会更安全一些 除了锁门那一件事,到目前为止 凶手还没有露出任何马脚 我不能就这么观察下去 凶手隐藏得太好,什么都观察不出来 得找个机会,让凶手主动露出马脚 背后忽然被人猛拍一下 我去,我几乎本能地伸手一拳打出去 众人全都吓了一跳 连我都一脸猛逼 过了好半天,他才重新手脚并用地站起来 好家伙,我的头都被打掉 众人都吓傻了 对,对不起对不起 虽然恶种的力量确实会被强化一点 但你这一拳也太离谱了 我有话和你说 我和明浩走到一旁 什么事 那个黑色齐刘海的矮个女孩 你要多留意,她有问题 我顿时愣住 黑色齐刘海的矮个女孩是安雅 你为什么觉得她们有问题 那个女的身上的味道跟林夏有点像 上次见过林夏,没怎么留意 我也不清楚林夏现在什么味 林夏已经变成更高级恶种了 她的味道肯定会更不一样 如果说安雅和林夏像 是不是意味着安雅也是更高级恶种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她可能不是你想象中的样子 过了两三个小时,天渐渐黑下来 众人都已经准备好出发 反正他们也不相信你 不然让我吃一个,我饿了 饿了忍着 说实话,我也饿了 之前准备的口粮给了明浩 我现在的身体已经有点饿脱力了 一股响咬人的冲动在骚动着 一行人走了四个小时,时间已经到了深夜 姐姐,你这是何必呢 反正这些人也不在乎你的死活 抓一个来吃吃也没关系 不行,他们比我的命还重要 别的不提,如果没有他们 我是没可能从边境混过去的 观音菩萨来了,都得叫你大哥 我和明浩的对话虽然声音很低 但众人走得很近还是听到 不少人用感动的目光看向我 感叹自己运气好 遇到我这个爵士大善人 不对,是爵士大善种 已经累得精疲力竭的众人终于停了下来 眼前是凹府大桥 只是诡异的是,桥上的灯全部亮着 跟四周一片黑暗的环境格格不入 仿佛写着此地有诡异般 桥上有几辆车 看不清车里是否有人埋伏 这不会是恶种为了猎捕人类而设置的陷阱吧 谢谢,你不说我们可能这辈子都不知道是陷阱呢 那艘观景船里肯定有救生衣 咱们要不趁着夜色游过去 不远处的一座观光游艇撞在岸边上 等等,再看看 在观察什么,再不由过去天就亮了 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 我没有再说话,已经劝过了 再劝就不礼貌了 说话的脏便男和另外几个人不由分说 去了那艘观光船 很快,那几个人就拿着几个救生衣回来了 脸上带着得意的表情 你们也太傻了 如果一起去能拿回来更多救生衣 我们就先走一步了 你们慢慢傻等吧 别以为你是高级恶种 我们就什么都会听你的 这队伍如果给我来带,会带得更好 啊,对对对 脏便男几人跳进水里 然后快速地朝着河对岸游了过去 先找个隐蔽的地方藏起来 几人游得很快 没一会儿就渡过了一半 没事,快过来吧 众人脸上一洗 纷纷准备去拿救生衣 什么事也没 我猛然抬头看向河面 河面无比安静 仿佛从来没有人下去过 众人吓得呆在原地 他们不敢发出声音 也不敢有任何动作 我慢慢走到河边 朝水里看去 黑漆漆的水面下 隐约有什么在游动 喂,底下的是恶种吗 水面上十分平静 无人回应 我皱了皱眉 从岸边捡起一块石头 朝着水里砸下去 还是没动静 我不耐烦地又捡块更大的石头砸下去 还是没动静 就在我还要继续的时候 水面这才开始冒泡 是一个软啪啪的章鱼的头 我服了 人家不搭理 你你就快躲开得了 还往水里扔石头 有没有功德些 我震惊得无以复加 你这臂玩意也是恶种 我在水下玩得好好的 你丢啥石头 我摸了摸鼻子 没搭话 眼前的人鱼恶种 似乎也是高级恶种 在等级上不比我高 咦,你怎么没有变异 变异这么难 当然只有天选之子才能成功 那也是 呵呵 你是进化后的变异 还是被咬之后就立刻变异了 当然是进化之后 我之前只是一个终极恶种 原来终极恶种 也可以进化成高级恶种 离离远上谱 你似乎是初代高级恶种 哎,奇怪 你的味道怎么不太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反正不是纯粹的高级恶种的味道 人鱼目光缓缓看向我身后的黑暗 好多人类啊 我不能上岸 你能不能帮我抓过来 人鱼恶种指了指黑暗的方向 那正是其他人躲藏的地方 你不能上岸 所以你把这个桥弄得这么亮 是为了骗人类 白天我可以转化为人体形态 晚上却只能待在水里 为了能在晚上吃饱 我在这个上面弄了这些灯 四周这么黑 桥上这么亮 自作聪明的人类一定以为 桥上是陷阱 然后游泳 那边的游轮和救生衣也是我放的 嘿嘿嘿嘿 这个方法非常有用 至今为止 算上刚才那几个人 我已经吃掉二十几个人了 再过一段时间 我就可以再次进阶 所以你快去把那些人类抓过来 原来你不能上岸 我的石头把它砸得倒飞了出去 重重地摔进了水里 你竟然跟人类为伍 我记得你了 我一定会报仇的 过桥吧 众人连忙冲上大桥 就在众人走到过半的时候 桥面上的灯忽然熄灭了 四周除了哗啦啦的水声外 变得无比黑暗而死寂 下一秒 脚下的桥体发出巴哒巴哒的声音 我们上当了 快跑